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各位好,又是我卡洛斯 一陣子停伏就是在家裡教人 如何打印3D口罩的配件 作為一個Maker 在疫情裏面 除了DIY口罩 還可以DIY些什麼呢? 有沒有發覺你家裡的小毒水 用得七七八八呢? 老婆,我把酒精都用完了! 用完都不要緊 這個世界什麼都可以自己做 但酒精用穴醇 我很怕有種味 聽說酒精散發了之後 就沒有消毒了 想問大家有沒有聽過銀尼紫 是有消毒的功用呢? 其實有很多科學證據 都告訴我,銀尼紫 殺死細菌的能力是很強的 那我們可不可以自己試試 做銀尼紫水呢? 第一提大家,如果大家喜歡 喜歡封琴奇俠卡洛斯的頻道 請按右下角的訂閱 如果想第一時間接到新影片的通知 請按叮噹 也都歡迎大家按讚 以及留言問卡洛斯問題 銀尼紫水呢? 英文就叫Coroid silver 有得賣的 有很多醫學證明都告訴我們 銀尼紫是有效殺死細菌的 我們用一個動畫來解釋 這些五銀六色的就是細菌 放大一點來看 帶正電的銀尼紫 一碰到有負電的微生物細胞 就會自動吸附 跟著就會跟這些細胞的蛋白質結合 以至於影響了他們DNA的複製 從而使得細菌裏面的細胞 無法生存代謝 以至於死亡 你說這支銀尼紫確實很毒 而且當銀尼紫殺死細菌之後 它又要游出來繼續工作 所以實驗證明 它的抗菌效能很持久 而且沒有帶毒性和副作用 卡洛斯太太向來 都對這個自然療法有研究 我手上這兩瓶 就有我老婆 在iHerb買回來的 supplement 我老婆告訴我 這兩瓶買回來 都不便宜的 譬如500ppm這瓶 浪度比較高的 就一百五瓶 小小瓶 這瓶250ppm 都一百零幾瓶 還要在網上訂購 由於這些是廠家生產 其實是虧得落肚的 例如喉嚨痛 喝少許殺菌 或者皮膚炎症 噴少許 都可以醫治 老實點說 你又不要想著這個節目 可以教到你做到這種 因為這種的濃度和純度都很高 我們自己DIY手做的東西 濃度沒有那麼高 可能只有十幾個ptm 而又或者都會有其他雜質 所以我就不建議自己做完之後 拿你吃了 但是拿一瓶自己做的銀尼紫水 噴一下手 或者噴一下門柄 沒有色沒有味又不錯 今天我就打算教大家 如何在家裡開DIY這個 就是要做到的 正如我剛才所說的 在工廠製造的濃度高 的CORRIDO SILVER 他們是有特別的方法去提煉的 如果想在家裡自己製造 就要準備純度高的銀 和蒸餾水 講到用來製造銀尼紫水的銀 就要純度越高越好 而卡洛斯採用的就是 四條九的加拿大蜂葉銀幣 如果真的沒有四條九 三條九都是可以的 但是就一定會有雜質 這些四條九的銀幣 隨著越來越多人會做銀水 就會越炒越貴 甚至你想玩也買不到 整法其實就很簡單 基本上就找一個 比較高的電壓的直流電源 蒸附結駁到兩個銀幣 然後放在蒸餾水裡面 為什麼?就是這麼簡單 網上都有很多人教人怎麼做的 這些人有些是自然療法的醫生 他們懂得用銀水醫人 但是他們的製作方法就是 業餘之中的業餘 而卡洛斯身為一個Maker 我的做法自然是業餘之中的專業 你要學好怎麼做銀水 就一定要看我這個影片 為什麼? 第一因為我用的四條九能幣 正如剛才所說的 純度越高做出來就越好 第二,化學這科雖然我弱雞一點 但基本的電解操作我還是懂得懂 所以待會一邊製作 我會為你講解化學反應和原理 第三,卡洛斯讀的就是電子工程和STEM 為我來說 製作儀器和接電線 就像食飯呼吸一樣容易 所以跟我一起製作 就實踐和原理並做 除了化學原理 科技工程技術 我都會一一為你解構 好了,開工了 首先我們想一下 如何接駁一兩個銀幣 有些人說 用這些死人鱷魚夾 如果用銀條或者薄一點的銀 用它都沒什麼所謂 但是一個圓圈的銀幣 你這樣夾上去 半夜 跌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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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跌 因為水是不能浸到鱷魚鉗 否則連鱷魚鉗上的鱷子都走出來 所以你夾得越多 銀幣浸到水的面積也越少 既然是長期用的 就出些絕招 轉完就扭個羊眼圈 因為銀很遠 就用手扭到 是不是導電又好 銀接觸水的面積又最大 現在風頭火小 家裡真的找不到什麼料 不過剛剛3D打印完 這個剩下的卷也很適合用 哇,很鮮 好,今天切開了兩邊 這邊人都穿著 在日本城買了個500ml的涼杯回來 我想就剛剛好 切開了一遍 不要做太多 剛才脫出來的蓋子 剛剛好 我把它放在上面 做一些改動的工作 先打噴 再轉焦 再轉焦 我覺得這樣把銀幣安裝到 剛才我蓋上 位置應該是剛剛好 先試試 好,讓我放涼杯 先試一下 先試一下 好,配合到無論 對不對 接著就是電工方面的工作 電解其實很簡單 一正一負 最好用紅黑線 讓大家可以分到正負極 好 用開線鉗 先打開外皮 只要把紅色正極薄到一邊 把黑色附極薄到另一邊 就可以了 好,就是把電線接緊在線路上 好 這裡呢 就接去一個 大約 大約二十多V的變壓器 這樣速度就會快一點 好,就轉個洞在這裏 把電線在這邊收出去 就不怕阻礙電解 卡洛斯出品必屬街品 你看看有多美麗 這樣放在這裏 坊間有些人說 用三塊九W電都可以 又不知道電流夠不夠 所以我買了一隻 都有整個5.5A的輸出 電壓器 為了接駁電源插口 還有一個開關鍵 起碼我會知道 它是否正在打開 有以借助3D彈 12...12.2...12.5 切的一個盒子 蓋住它 就是手把眼的功夫 因為作為一個電子的儀器 電線是不應該外露被人碰到的 好 現在已經適合了 接觸電源 接觸電源 再按指示燈 OK 接觸電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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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銀幣無視通知下 先用電源 我们先试一下灯 好,转两个洞,安好盒子 我有些朋友把工厂当作家庭,把牙刷牙膏拿回去 我倒转,把家庭当作工厂的人,家庭有什么工具 我们做Maker的,不要做,一做就要做到骨子 给电池,量量一下,两个银币之间有多少V 红正黑符,有24V,足够了 如果我的设计要打开才进水,就有点麻烦 这条材料上面有个洞,所以在这里浸水就可以了 现在还没开製的,我们浸水一定不可以浸到 超过银的高度,这里呢,盖住银的边就可以了 好了,千万不要去到羊耳圈那里 千万不要去,现在开製了,1,2,3 好了,完成了,又有银币出了,对吗? 是啊 可以了,不过可能要放一会儿 现在给了电,做电解的了 为了避免灰尘和猫毛跌下去呢 我就用保鲜纸,盖住孔子 如果正式做Colade Silver 应该用盒罩吸住它,不过现在我只是做实验 那么实验结果如何才是成功呢? 我们眨眼,电解已经进行了大约五个小时了 那呢,网上有些说法就说 如果看到银币黑了,就拿出来抹一下它 但是我又看到,又不是黑了 嗯,是有些Precipity在杯底里 那么,两个银币上面,也都分别呢 就有一些的沉积物 似乎腹极那边多很多,正极那边就少些 但是,我都看到银币,上高价是有银色的 所以,应该不用拿出来抹一下它 那,我觉得再做多4个小时左右 那我就可以收成了 刚刚的银尼紫水 而做出来的银尼紫水,人速无害 你用来噴一下拖鞋底 用来做一下消毒 或者甚至噴黑手 都是无所谓的 千万不要用来喝 不知道你的腸胃是怎样的 到底卡洛斯今次土法制作银尼紫水成不成功呢? 下一集我会和你用实验去证明 千万不要错过 如果喜欢我制作的影片 求下你们加like和评语 再见